怎么样 哥姐妹不去装不去表演啊 然后呢 我我就是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开个玩笑了 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对吧 然后咱几个粉丝 我就觉得很开心的 真的很开心的 对吧 把当时把这个灯牌的任务啊 点赞啊 这个数据给我完成了 我就更开心 啊 更开心 把这个刚刚那个太稀了 哥姐妹 刚刚那个太稀了 就是就是到了有这个豆腐这个汤 是吧 我觉得不好吃啊 不想抛到饭里面的 我这会加了点饭 把它搅一下 啊 搅一下就好了 我还能不炒菜吃的 就不炒了 不炒了 姐姐 家里面的话就也有菜啊 也有肉 包括烤鸭啥的都有啊 要节约点吃嘛 啊 农村里面不是说天天都有大鱼大肉啊什么的 对吧 就节约点吃了啊 好东西 我们就是隔个两天吃一次吃一次嘛 两天吃一次嘛 这种的 对吧 现在 现在的话 你那儿 你那儿好买猪啊 可能是 我给你讲啊 我我是属猪的 知道吧 哥 我是属猪的 我是属猪的 我不挑食的 好养活啊 就是你看我面条也能干一碗 西方也能干这个干饭哈 就是搞点辣椒拌一下 也可以给他干一碗来 拌饭 你看 上面都是辣椒 哥 姐妹啊 辣椒拌饭啊 真是最好哈 行 谢谢家门的支持 哥 姐妹 行没有 真的 我就喜欢 有的时候我性格真的有时候说话也太直了 哥 姐妹啊 但是呢 我尽量会就是说说的 我一般的事不会就是得罪人的 知道吧 当时我有的时候这个性格脾气有的时候呢 不想看别人脸色 就别人给我摔脸色的时候 包括我奶奶呀 有的时候我摔脸色我就看不光 知道吧 然后我就可能会顶我奶奶两句 但是呢 你们放心哈 我们都是一家人 其他都没啥事的 知道吧 其他都没啥事的 嗯 行了 属猪的行 人家都是属 属猪的有福气 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 我觉得说白了 我不能大富大贵 但是我这个人吧 就活到30岁了 哥 姐妹 明年30岁了 对吧 今年29吧 明年30岁了 是真不挑死啊 哥 姐妹 是真不挑死啊 但是这个东西跟家教也有关系哈 跟家教也有关系 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 我跟你讲 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家教什么 延到什么程度 你看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咬饭哈 咬饭 比方说这个地方掉米了 对吧 掉米了以后 我奶奶都会说 把它把它捡起来吃了 知道吧 把它捡起来吃了 你不捡起来吃了 那个筷子就这样子了 让你吃了 就打你的手 知道吧 打你的手 就这样子的 然后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这样吃饭的时候 这个边边上不能漏米 知道吧 也不能漏米 就这样子 想到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 欢迎我们姐姐 有的那个小孩 就是在这里吃饭 你知道吧 吃干饭啊 就是边吃 吃完了以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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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啊 脚下面漏很大一堆米 知道吧 是不是有这种 哥姐们 是不是有这种 就是你 小的时候有有很多小孩就在吃饭 吃完了以后 这个 这个嘴巴下面那个地上漏很多米 在那个地上 对吧 有没有这种的 小的时候我告诉你 我们我奶奶看到这种哈 见一次打一次 知道吧 我小的时候要是这样子吃饭 我见一次 我奶奶打一次 所以说我 我就很珍惜粮食 知道吧 我就一直到现在我就很珍惜粮食 你看我这么吃 我就地上都不会掉一棵米的 啊 那你 你吃饭的时候我来的就说你情愿吃慢一点 你不要把那个粮食给他浪费了 的 就是 漏到地上去 啊 就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说我有的时候经常 经常我说我来教育的好 真的小的时候 但虽然说小的时候没少挨打 但是人是教育的挺好 知道吧 虽然说不能大富大贵 咱们这个三光镇啊 哥姐没有 咱们三光镇 爸妈在外面打工啊 姐姐 上我爸妈在外里打工啊 都是普通的农村人 对吧 我之前我之前也在外里打工啊 只是现在 抖音有这个机会吗 然后我回来呢 就是做了个三农主播 然后呢 以后呢 就是 对吧 然后卖点农商品啊 挂过农商品啥的 然后呢 平时就给大家看我们的农村生活 知道吧 就这样种的 然后呢 只要是说白了 如果我在家里面 我能拿到跟外面一个月一样的工资 我情愿待在农村里面 我不出去打工 知道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哥姐没有 我就这样想的 说的 你们啊 你们应该都懂了 我这样一讲 你们应该都懂了 嗯 对 要珍惜粮食 哥姐吗 这个孔干饭 我们的干饭不一样 哥姐们 我们这个干饭它不是那个电饭包里面包出来的 它是那个大 那个大铁锅里面烧柴火给它闷出来的 知道吧 所以闷出来的 当时有点太太干的 哦 不要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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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了 这个米啊 我小姨做的那个干饭就比较硬 我就喜欢吃我小姨做的那个干饭 啊 他做的那个比较硬 我来的说这个米太硬了的话 他就吃不了了 我无所谓呀 我咋的都能来 老板 你 你看到你的口味来就好了 行不行 你看到你的口味来就好了 我无所谓呀 嗯 这个多点吃 软软软的转眼能吃 硬的转眼能吃 是吧 哥姐们 欢心起来加二秒 欢迎大家 你看哥姐们 两碗饭 真的 两碗 两碗 这个 两碗 这个米饭哈 咱们只需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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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小坨辣椒就可以了 对吧 下胖只需要一小坨辣椒都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需要 哈哈哈 好养活吧 是不是 哥姐们 我跟你说了 我 我真的 我经常直播 我都说阿姨不挑食 很多人 很多人 还不相信的 对 我都说阿姨不挑食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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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因为我装的呢 一天天的 这有啥装的呀 又 我们是男孩子 又不是女孩子 对不对 但女孩子人家生活品质要提高点 这个也正常嘛 男孩子说实在的 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经常讲的啊 女儿要富养的 男孩 男孩要穷养 女孩要富养 对吧 我不吃那就得挨打 要是一个女孩不吃的话 那可能就得逛着了 就这种吧 说说男孩子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男孩子也挑啊 那你得揍啊 姐姐 那个恢复阿姨 你得揍啊 对啊 男孩小的时候我也挑食啊 这不吃 那不吃 我奶奶就揍啊 必须得吃亡 有的时候本来我就肚子就不饿 他还是要让我吃 知道吗 有的时候还让我吃 不吃的话就挨打 就是那种呗 你有呀 小的时候不吃就挨打的 生我妈 她是我奶奶18岁生的我妈 然后我妈20岁生的我 对对对 就差不多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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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干嘛 这个稀子不好吃 这个小猫随便喂点吧 喂点南瓜就好了 感谢惠惠阿姨啊 谢谢 这惠惠姐姐吧 谢谢惠惠阿姨啊 家人们 你们那个可以 那个惠惠阿姨啊 你的那个灯牌熄了 能不能给我点亮一下 就点开这个 下面点亮再送个灯牌啥的 行不行 你们应该好几天没送我灯牌了 应该 就是隔个两三天你们送一个 行不行 就三天不送那个灯牌就会变黑了 啊 你们不需要送我其他礼物 有时间把那个灯牌给我亮一下 做个数据就好了 行不行啊 感谢一下家里面 谢谢大家哈 我爸上门女婿啊 我爸是上门女婿啊 因为我奶奶没有那个 呃 没有 我奶奶没有那个福气嘛 就是没有生儿子嘛 生了三个女儿嘛 把我妈留在家里面 就是给他养老 当做儿子啊 招了一个三门女婿 剩下的两个女儿呢 就嫁出去了 知道吧 对对对 所以说我说说 我就我就在 我没办法呀 我也不能在家把我们 把我奶奶就是叫外婆呀 我奶奶心里不高兴呀 到时候给我每天你看个做饭都做的不干一嘞 对吧 养你这么多年 养你三十年了 你告诉我 你把我叫外婆 奶奶哥 养我养我三十年了 我把你叫外婆 我奶奶心里不高兴 哈哈哈哈 留我这里就是床中接代的 留我这里呀 是吧 哎呀 欢迎我冲哥 我来说 我妈 我妈把我妈在告到家里面都是为了床中接代呀 养老的 感谢我冲哥啊 谢谢我冲哥送的轮盘 我看我姐姐说啥了 刚刚没注意 新姜哥说了哈 小伙子长得真帅 又实在 哪个姑娘找到你的话也挺有福气的 哎呀 哥 现在说白了都不看人的 都看你的家庭情况的 知道吧 说白了咱说句不好听的 你要有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是个歪瓜裂枣 那都得排在队的搞你 是吧 你要是说白了 你的颜值就像我这种长得也长得好看啊 要说好看吧 也不好看啊 要说丑吧 也丑不到哪里去的这种人 家里面条件又又穷的这种是最不好找媳妇的 哥姐们 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那种 知道啊 特别普通的那种 不好找媳妇 爷爷到哪里去了 爷爷去世20多年了 哥姐们啊 我奶奶46岁的时候 我爷都去去世了 现在我奶奶都已经68岁了 哥姐们 啊 之前人家都劝他找个老伴 他不找 他说他的女儿也大了 这个像我们这些孙子也也那么大了 他就是他一个人故啊 中一个人辛辛苦苦 在农村里面种了2020多年的专家了啊 一个人种了20多年的专家了 说说有的时候我就佩服我奶奶 知道吧